长老发育 各位三知事 妙法灵法今现在讲信洁品是说明 中根灵结的一种比方 表示他信洁经过的实际情形 那么现在是讲到比喻当中 就是正立笔 他的科判是正立笔有四段 第一 父子相似笔 第二 父子相见笔 是笔方穷子与他的父已经相见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这里有两端 第一是直见父 直见父上次讲过了 经文就是到诸事念仪 急走而去 这就是直见父 经文在第113页 113页从后边算来第三行 现在接下去就是讲父见直 那么实际上长者父见到儿子 儿子穷子见到父 时间是同时的 但是诸事念仪不顿章 不可能把这个话呀 同一个时间整个一下子表达出来 所以前文呢 先说明直见父的情况 直见父就是表示根基 瘦度的众生的根基 先扣于佛的能感 而在前面的方便品跟比喻品当中 是说父先见仪不顿章 就是大慈悲父的佛 先以悲心怜悯众生 而先去见众生的根基 那么这里四大弟子代表中根灵解之后 他就是表示说 父固然是以大慈悲来爱抚弟子们 那么弟子们应当也得先去 由这个善根啊 寇佛的这个悲心 所以说子见父 实际上两方面都是同时的 接下去讲的是父见直 经文 实际上两方面都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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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直辩世 心大欢喜 既作试念 我财务库长 今有所付 我常试念辞职 无有见之 而夫次来 省事我冤 我虽年休 有故贪息 这一段 就是父见直 那个时候 大副长者 坐在狮子座上 就是停留在一个城里呀 还是继续做他 度化众生的事业 以世间的行商来做比方 那么这个长者父坐在狮子座上 这是说明如来的法身啊 安居在第一季空的五位之境 所以叫做坐在狮子座 坐在座上来建众生的根基 来救机 造众生的根基 而来说化他 所以叫做长者父坐狮子座 那么他坐在镇中啊 对着镇门 往外看去 一眼就看到 这个穷子回来了 他的儿子 留世了五十几年了 突然之间这个时候 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他一看就认识 所以经文说 见词便识 他一眼看到 他的儿子站在前面 然后走到他的门边 这个经过的情况 他一看到啊 他就认识了 这就说明 佛在九远界前呢 与这些弟子们 种下大圣善根 过去所见的缘呢 现在成熟了 所以来到这个 华言会上啊 那么就能够见到了 所以一见就认识 既然看到他的穷子流浪回来了 心大欢喜啊 当然内心就很欢喜了 看到穷子五十几年流浪在外边 现在回来了 见到当然是欢喜 这就说明 这就说明佛 这就说明佛 恒常啊 造众生的根基 看到这个众生根基 将成熟了 在这个化度因缘里呀 四十九年说法 他们必定能够有小而大 入十的度 所以见到就欢喜 既然欢喜 心里就这样想了 既作识念 心里在哪里想 张哲夫心里这样想 这个穷子已经回来了 那我的所有的财宝 物品 家产 仓库里面的好多好多的 金金宝物 金有所付了 那么这个穷子既然回来了 那我的家业 我的财产就可以交给他了 可以付传给他了 这就说明 佛看到这些受度的众生啊 大圣根基即将成熟了 所以啊 必定能够说话 所以就欢喜 心里想 这一次的应激说法 必定能够啊 使这些弟子们呢 得到 这个断货正真以后啊 能够会三归一 我常思念辞职 佛无时不再爱护众生 时时观念啊 念念不忘众生啊 所以佛是常念一切众生啊 也就是好像这个大师子福山念佛 袁同章里面所说的啊 这个母是常念子的 所以啊 长者父也就念念不忘 以儿子 比方佛常念一切众生 那么看到这些给他种下善根 而又退失的这些弟子们 那么时时想办法又接近他 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姻缘啊 那么他们回来了 当然心里就高兴了 他过去常常思念这些啊 应当受度的弟子 可是无由见之 无由见之 就说明那个时候啊 过去多阶以来 他的大圣善根还没成熟 大根没有成熟 强度也没有办法使他成就 所以无由见之 见不到啊 今天儿福此来 忽然之间出现了 这个穷子啊 忽然之间出现在张哲面前 当然就是很高兴了 神是我爷 很适合于我的心愿 那么就是说 我的家产 我的家业有所付托了 那么这就说明 释迦牟尼佛这一生 是现在人间呢 所度化的姻缘 可以达成他的目的了 我虽年修 有故贪心 在比方上说 穷子既然流浪五十几年 那么这个张哲 那么这个张哲父必定是年纪大了 假定说相差二十岁来说吗 那么这个张哲父也七十几岁将到八十了 年修了 修啊 就是老迈 那张哲毕竟是已经很老了 虽然年纪很老了 但是他念念不忘啊 还是贪爱 爱惜他的这个穷子 流浪他方 那么今天既然出现了 他心里高兴啊 能够付托他了 那么这就说明 释迦牟尼佛印是 说法四十几年来啊 那么要会三归一 说法法经的姻缘已经到了 如果这些根基没成熟的话 这个法会就没有办法成熟啊 现在已经成熟了 啊 那么小根得度之后啊 现在大根已经翻了 所以到了法法会上啊 他们必定可以得度的 可是现在讲的是刚建的时候 是指的这个华言会上的情形啊 那么但是他在比方里啊 说我现在年修 就是比方他 以后说法四十几年啊 因为这个比方是说在法法会上 不是在华言会上 所以啊 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 四十几年的说法 最后啊 他们必定能够会三归一 而入十得度 所以张哲夫在那个时候看到 有故贪心 贪爱穷子啊 希望能够接引他回来 啊 使他能够接引 啊 借他的家业 下面就是 父子相见彼 嗯 接下去的经文呢 那是银子下第三段 追右鼻 长者看到穷子是认识的 可是穷子看到长者父是不认识的 啊 啊 纵然见面而不相识 既然不相识啊 那么长者父看到儿子回来又跑了 着急啊 这个时候看到啊 不能让他再跑掉 再跑掉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赶快要把他抓回来 啊 所以第三有这个追右鼻 啊 长者派人去追 追穷子回来 追不回来 啊 追回来 他不能接受 那么要引诱他回来 所以叫做追右鼻 这里有两段 第一 前旁人追 第二 前二人右 是先追后右 啊 就是看到了 赶快把他抓回来 哦 看到儿子回来了 高兴啊 可是突然之间看到他要走了 要走 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走啊 一着急赶快把他抓回来 所以就是追 啊 那么经文 之前旁人 急追将凡 而是使者急走网坐 穷子经恶 称愿大患 我不相反 何为见作 嗯 下文就是追的 情况 文字很长啊 我们边念边讲 嗯 长者坐在法座上啊 往外看到儿子回来 啊 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他往外走了 前面不是说 他说急走而去吗 发现这个地方 或者是国王 或者是国王同类的地方吧 我怎么可以待在这里啊 如果给他发现了 他硬是抓我 要替他做苦工 而没有钱啊 那不就糟了吗 那不就糟了吗 所以他一心 啊 一害怕之下 赶快往外跑 嗯 穹子往外跑的时候 长者一看 诶 糟了 他怎么跑了 嗯 不能让他让他跑 把他抓回来 而之前旁人呢 脊椎将反 随时 看到穹子 啊 我逃赵啊 赶快把他抓回来 嗯 旁人 嗯 身旁的人 身边的人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约智说 智为能权 啊 教为所权 权是使令啊 由佛的智慧 啊 实制 啊 就是 佛所听证的无私制 听证的根本制 啊 能全令说教啊 来教化众生 那么教法啊 教典 教法 就是所前的 啊 所派的使令呢 所以说 从佛 出十二部经 那么一 经教就是所前 这是一种说法 约人说 我 能使令神着 去办事 啊 这就是神着来比 比方 旁人啊 啊 佛 在华言会上 都派的大菩萨们啊 说这个大法 啊 所以华言会上 佛加倍法会菩萨 说实诸 加倍功德灵菩萨 说实行 加倍金刚床菩萨 说实会相 还有前后的文书 普贤 诸大菩萨 在华言会上的说教 那都是佛所前的旁人 啊 那么这是越远说 那么这是越远说 佛在华言会上 使令这些大菩萨 直说大法 啊 把佛所亲正的 进阶啊 用借这个菩萨的 啊 因缘把他透露出来 说出来 所以叫做 寄浅旁人 这是越远说 佛为能权 诸大菩萨为所全 显定他 直说大教 呃 直说 要他马上接受 接受这个大法 所以叫做 啊 脊椎 呃 呃 既然是张哲夫派全旁人 去抓这个穷子回来 那个时候受死的人 啊 约 约致 派教 那么就是说法 利益他们 啊 约人派令 就是佛 死的那些大菩萨 直说大教 啊 那么直说大法 大圣教典 那殖民选落的妙法之一 不转弯 啊 所以叫做 急走往捉 啊 捉就是要他 马上接受 马上接受这个大法 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 在华言会上佛 死的那些大菩萨们 说大法 要那些小圣根基啊 马上接受 啊 呃 就是表现这个意思 穷子精恶 千愿大犯 啊 那么既然派令旁人来抓这个穷子回来啊 这穷子他莫名其妙的被抓了 害怕了 精 丢一丁了 哦 吃了一丁 丢一丁 嗯 恶 恶然啊 哎 莫名其妙的你怎么抓我啊 我没有犯法呀 我没有得罪你呀 你为什么抓我啊 所以恶然受惊 所以就是穷子精恶 不但是内心恶然受惊啊 何为贱抓啊 我没有得罪你呀 我没有伤害到你呀 我没有妨碍到你呀 那你为什么抓我啊 你丢啊 我没有伤害我呀 哦 那么这个就是 显示他这个穷子精患的情况 嗯 可是这个受死的人呢 他不管这套 反正是 主人派我来抓你回来嘛 我可不管这一套 好像警察 受到命令呢 去抓这个 通缉犯 不管你说什么道理 没有用 反正我就照抓 因为你是要受抓的这个对象 那么我是接受人家的派令而来的 那么非抓不可 你跟我说理 没用 啊 抓回去再说吧 嗯 所以死者只知欲击啊 强谦 强谦谦反 嗯 他越 说是这个 你抓我做什么 啊 他越说 他越抓 抓得越紧 嗯 抓得越紧啊 硬是把他拉回去 强谦 谦反 那就是硬是把他拉回来 拉回到长者的面前 啊 哦 那真是要怕死了 假戏 哦 好可怕的情况 这是比方 啊 他的内涵的意思 穷子比方 小胜根心啊 小胜根心在大 这个大胜的境界里 呀 他是莫名其妙的 在华言会上 啊 他听到那些大法呀 与他没关系的 啊 他也忘掉他从前所发的这个大心 啊 现在只是求自己写脱 突然之间听到这个大声的叫点呢 违背他的心冤了 所以害怕了 所以就惊 啊 他不了解这个实责对他说的这些话 抓他的用意 所以他惊恶啊 啊 那么他不了解大法呀 所以就恶然了 啊 小胜 他以烦恼为冤家 啊 视三戒如老鱼 看众生如冤家 这是生文根性的人啊 他的看法 他看到这个烦恼啊 就是他的冤家 啊 他要断烦恼 啊 不能保留烦恼的 呃 他甚至 呃 是 看到这个生死轮回的苦痛啊 他是觉得最可怕的 所以看三戒 好像是监牢一样 如老鱼 好像地狱一样 很怕 很怕他的 赶快要脱离 可是大圣佛法里面不是这样说的 大圣佛法里面呢 说烦恼即菩提 啊 那么你怕生死吗 生死纪涅盘 他听到这个烦恼即菩提啊 他就大喊愿望啊 啊 烦恼是我的冤家 为什么就有菩提了 你怎么菩提来了 所以他就大喊 玩翁啊 哦 这个不行 我不能接受 叫玩翁 啊 大喊愿望 他听到这个生死纪涅盘 啊 什么 生死是涅盘 生死就是生死嘛 六大轮回生死是最苦痛的事情 大喊成苦痛 哦 这个太苦了 这个太痛了 这个怎么能够接受啊 你怎么叫我说是 生死就是涅盘啊 以生活人的看法说 烦恼 就是烦恼 不能去菩提 生死就是生死 不能去涅盘 那么大善佛法里面 因是说烦恼就是菩提 生死就是涅盘 那么他又怕死了 他怎么吃得消啊 所以他就大喊说 我不相犯 何为见作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甘求大善 我并不求大善 啊 那我既然不求大善 你为什么要用大善法来灌我呢 啊 为什么用大善法来应识 要我接受呢 我不能接受 啊 这是表示的小根啊 在华言会上 不能接受大法的情况 死者指之欲击 强迁降反 啊 这说明在华言会上啊 那些大菩萨们 说死诸 说死行 说死回向 说死地 乃至说所有的佛的境界 不管你接受 不接受 我就是直说 管你受不受啊 反正我就照说 照说不悟 啊 所以强迁降反 啊 你接受 我也说 不接受 我也说 不管你接受 不接受 反正我就叫说 所以强迁降反 于是穷子啊 自恋无罪 而必修职 而被修职 此必定死 转更黄不 梦结彼地 这是说明这个穷子被抓的害怕的情况 在当时穷子心里他莫名其妙地被抓 受不了啊 所以那个时候 于是穷子心里想 我没罪啊 我便没有犯罪啊 他因为那个法座上 他的父亲 他看着国王啊 他因为国王叫人来抓他回来啊 他心里想 我没犯罪嘛 我既然没有犯罪 为什么你要修禁我 要抓我呢 他心里想糟了 这一次没有命了 死不定死 被抓回去啊 必定要杀头了 恐怕要脑袋搬家 他想 必定会死 转更黄不 越想越怕了 哪想哪惊 越想就越怕 怕到什么程度呢 修客 修客 梦结 笔笔呀 就是修客 运过去了 完全不知道人呢 梦 心里呀 解不开 害怕的就是 这个一时间呢 修客在地面上 结 笔笔 跌倒在地上 这个 旁人把它拉回来 他一害怕 修客 在长者面前的 这个大 这个地面上 他这个意思是说 虫子 心里想 小胜 根性的人 心里想 我并不想 度众生啊 我并不发大心啊 他说没有罪啊 就是说 我并不发 慈悲心 我不想 度众生 你要我做的 叫我去地狱 度众生 这个我办不到的 我不想去的 我看 三界如老玉啊 我要离开啊 你为什么 硬是要 拿我来呢 小根 人没有 大慈悲 所以自念无罪 他心里想 我没有大慈悲啊 我不想 度众生啊 所以叫做无罪 无罪就显示 他没有大慈悲心 不做度众生 想 而被 修止 修禁 执在 这个三界里面 硬是要 他做这个事 度众生的事 这就是 要他入生时 而度发众生 他不想 那么等于是 被修禁的情况一样 硬是要他 发大心 做度众生事业 好像被修禁 他不愿意 他心里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的生时不能了了 我自己的生时不能了 所以叫做 我必定死 死必定会死 必定死 就说明 小根人 你硬是要他 做度众生事业 那么 要他入生时的 反进中度众生 他觉得自己 生时不能了 必定会晚了 就没有希望了 生时不能了了 所以越想越可怕 那么就想到自己的 见识或没有办法断除 越想越可怕 所以就 梦觉彼迪 就是修科了 那么小智不解大教 所以叫做梦觉 对大圣教法 他不能接受 就是前面所讲的 这个劝门 劝门与戒门的 两种方法 想要接引他 可是他不能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 张哲夫坐在法座上 看到这种情境啊 你眼睛闭起来想想 想想 想想这个张哲夫 坐在法座上 自己认识 这个穷子 是他的亲生儿子 可是这个亲生儿子 不认识他 叫人硬是 把他抓回来的时候 他运倒在前面 这个情况 你想这个张哲夫 怎么办了 怎么办了 如果真的这个儿子 死掉了 不就完了吗 目的不能达到 不但是肚不成啊 反而肚死了 这个问题更大了 所以 父摇见之 而于死严 不许此人 勿强将来 张哲夫就说出这个话来 那么张哲夫摇见 就是还没有到他面前来 看到这个情况了 在门外就已经运倒了 地门卡卡都拨堕 要加死啊 看到这种情况 张哲夫啊 遥远看到啊 做得不对了 这样硬抓不行啊 那么就随时跟死者说 那个人我不要了 不许此人 我不要了 张哲叫旁人 把他拉回来 也没有跟他说 是他的儿子啊 就是随时出口 抓回来 抓回来 那么抓的人 也莫名其妙的 就去抓了 也不晓得 为什么要抓他 抓的人莫名其妙的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抓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看到这种情景啊 张哲夫就对这个 旁边去抓他的人说 不许此人啊 这两个人 不买啊 那么既然不要 怎么办呢 悟强将来 你不要勉强 把他拉回来吧 你不要勉强 不然边 就你拖了 你拖 拖四几点 都要 所以说 你不要勉强的 把他拉回来 不要拉 但是他现在 已经休克了 怎么办呢 万一断了 气了 那么糟了 好歹有王医师在这里 赶快把他救他 有什么办法呢 以冷水撒面 令他醒悟啊 这个时候 休克办法 最好的就是什么呢 冷水啊 泼冷水 看到他休克在那个地方啊 你赶快用冷水啊 往头上一泼 撒到那脸 用冷水从面上 把它撒下去 盆冷水 他突然之间 就会进行过来啊 使用他得到醒悟 那么醒悟之后啊 他已经醒过来了 休克醒过来了 冷水一盆 就醒过来 冷水很好用啊 很好用啊 想要你休克了 赶快叫人 把这个冷水一泼 马上醒过来 从前日震时代啊 日本人是真是 好残忍啊 他抓到台湾人犯罪啊 抓到啊 就是硬是把他打得半死 打死了 就是用冷水一泼 他又又活过来了 凡是打得他 他又一泼又活过来了 只要没有断气 他就可以再活 这个情况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听到很多 听到很多 尤其在第二次大战啊 就是在民国嘛 那就是三十二三年到三十四年 日本要投降之前 那一段时间最多了 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是配给米啊 米叫配这边 哦 那么如果你有偷藏的米啊 被发现了 那又打死 真要打死 最残忍的 我听到有一桩啊 是非常可怕 有一个人 他藏了一些米啊 被发现了 那把这个人抓到警察局去啊 用两块木板呢 让他躺在这个木板上 上面再用一个木板 把它压下去 人在上面就硬打 你看这个还有命吗 很快就死了 可是他用冷水一泼 又活过来了 这样子打了好几次 所以这个人休克 用冷水一泼 他又活了 听说地狱里面也是这样啊 地狱里面啊 火烧死了 冷水一泼 他又活过来了 那可怕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既然这个穷子休克了 那么长者很有智慧啊 赶快叫王医师 把冷水把它泼下去 把他救火了 那么冷水一泼 令他醒悟 死令这个穷子醒过来了 休克醒过来了 他心脏又在跳了 又爬起来了 不过他没有受打呀 他身体很健康啊 都没有问题啊 就是他 假戏娘了 他害怕 因为害怕到严重了 发生这种情况 他的身体很健康 不像被日本人打的那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啊 长者还交代 醒过来不要跟他讲话呀 你一跟他讲话 他又害怕了 又再死了 那怎么办啊 所以当时就交代这个 拉他回来的人 你不要跟他讲话 破他醒过来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讲话 莫浮于余 别跟他讲话呀 为什么叫他不要跟他讲话呢 所以叫这个旁人 不要跟这个穷子讲话的原因在哪里 父知其子啊 志意下列 志之好归 为之所难啊 张哲夫知道这个实际情况 他知道他的儿子这个穷子啊 离开五十几年了 完全不认识他了 他的志意下列 他的志向 他的意愿很下列 什么叫做下列啊 不求大法 只求治疗 不求大法 只求治疗的这种志向太下了 不高而下了 太略而不有了 太低劣 太下等 所以啊 他这个志向 志求治疗 他的意志不高 不发心度人 那么因此 他自己觉得张哲夫自己很豪贵 豪华而富贵 那么 从此看到这种情况啊 为之所难啊 他觉得很为难啊 他不认识他的张哲夫 是这么豪贵的情况啊 我们普通一般反复 你跟他说你有佛心啊 你将来要成佛呀 他莫名其妙的 我是个人啊 为什么成佛呀 你叫我到大殿上给人家拜呀 我才不想呢 所以一般人 他不懂这个佛法的道理 你跟他说 哎 你是 你有佛心啊 你将来要成佛呀 有的人他不了解这个意思 他以为成佛就死掉了 你去被佛啊 死你 闹了这个笑话 你叫他成佛 他莫名其妙 就叫他觉悟啊 他说 你要叫他死了 发生害怕的情况 这情况是相同的 所以 咱们看到这个穷子这种情况啊 知道是为难了 穷子为难了 也不能明说 是我的儿子 也不能明说 我是他的父亲 他不能这样做 所以一方面自己叫他为难 一方面也实质为难 那么因此啊 就不表现意见 就跟他说明 你不要拦他 也不要跟他说话 醒过来呀 让他自由离开就好了 神之是直 而一方面不与他云云是我直 他神时认真的看 看他的身体状况 听他说话 看他的样子 长者父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的儿子 没有错 虽然知道了 但不能跟人讲 而已方便呢 不与他人 所以不跟别人说 这是我的儿子 所以说不与他人 云是我直 不跟别人说 这是长者父的亲生儿子 说出来 在当时的情况啊 大家都会不大相信的 我看不会有人相信的 长者父 已经把这个穷子 离开五十几年了 他身边的人 根本不知道 他有这么一个儿子 那么今天 长者父这么好归 而这个穷子 这么穷穷的这个样子 您说这个儿子 这个穷人 就是他的儿子 谁会相信啊 不会有人相信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当时是不能说的 无论如何不能说 说出来也不会有人接受 不会有人相信 所以而已方便 不与他人 云就讲了 我不跟人家说 这是我的儿子 他不说这个话 那么不说这个话 就是放他回去 让他走掉吧 实者愚之 我今放炉 随意所趋 这个旁人呢 就是实者 就是跟这个穷子说 既然醒过来了 休克 冷水一泼 醒过来了 就跟他说 那你自由走吧 随意所趋 我现在放你了 不会抓你了 不抓你了 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随你吧 去 就是要走的地方 去的地方 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 您就到什么地方去 随你的意思 这个没有关系 我不会管你 从此欢喜 都未曾有 从地而起 往这平里 遗求遗迟 这个放他 当然他高兴 这熊子好高兴 很欢喜 都未曾有 好像得到 不曾得过的那种的 好东西一样 那么欢喜 那么他既然跌倒在地 休克了 现在醒过来 就从地上爬起来 从地而起 跌倒的时候 也是在地面上跌下去的 现在也就从地面上爬起来 爬起来做什么呀 往这平里呀 他求做工呀 只求一些苦工来做 换些饭吃 这就行了 求一求食 有衣服穿 有饭好吃 这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他没有在 插旺的强求 所以他对于这个 长者腹的那种好贵的地方 他不能习惯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爬起来 赶快走到那个穷 穷人的 离林那个地方去 来做苦工啊 求一求食呢 这是比方 圣文人在华言会上 那些大法 不见不闻 有眼不见舍弄生 有耳不闻 圆顿教 嗯 纵然有耳朵 可是 声闻人在华言会上啊 对那个圆顿教法呀 是完全没听到 没听到 这个实际情况啊 可以去看华言经的入法戒评 嗯 因为华言 八十华言三十九评当中啊 前面三十八评 就第三十八的历史监评 以前 八十华言的第五十九评 以前啊 完全没有声闻 里面没有声闻的 都是菩萨 嗯 所以为四十一位法僧大士 说大法 里面没有声闻 一直到了第三十九评 入法戒评 就是四十华言的 这个入不思议 血脱境界 普贤行愿评 那是在 社会国 解雇读员说的 那个时候有声闻了 有摄利佛 木浅连等声闻了 那么在四十华言的第二卷 第二卷的中间 详细叙述那些声闻人啊 在华言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 在华言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 说的非常非常详细 在八十华言的入法戒评啊 就是第六十元 第六十到第六十一 那么里面有详细叙述啊 这个声闻人在华言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 那么他这段闻的用意啊 就是说明声闻人在华言会上啊 纵然听到那些大菩萨说大法 完全不见不闻 那么在当时社会国给孤独员呢 以这个大乘根性的境界来看呢 就是一个华藏世界 清净庄严 可是声闻人呢 看到就是世间的普通房子 只看到佛的这个老比丘像 看这个藏六金身的老比丘像的印身佛 他没有看到报身佛的千丈路身路身 所以有眼不见色路身 既然不见了 也就没有办法赞叹 所以有耳也就不问圆敦焦 如笼子一样 跟哑巴一样 他看不到报身佛的庄严 也就没有力量赞叹 也不晓得赞叹 所以就是好像哑巴 那么因此他只能到坪里啊 去求医史了 往自贫离 以求医史 这说明啊 声闻人 只能在三界内 求断剑施祸 来修四地法 知苦 断极 勿灭 修道 来求医求识 医 比方诸道 识 比方证道 声闻人 修三支量 四加行 这是他的正道 三十七道平 帮助他的修法成就 那是助道 医食就是助道 以正道 因为一个人呢 饮食最重要的 天天要吃饭 如果多了几天没吃饭的话 就会饿死啊 吃饭比穿衣要紧 医 只要不动 不受动就可以 所以医比较容易 这比方做助行 助道 识比作正行 正道 声闻人修三支量 四加行 修四地法 知苦断极 木面修道 那就是正修 正道 好像求识 医就是三十七道平 帮助他 使他这个 这个三支量四加行 能够修成就 而到见道 到修道 而到无学道 所以他直到这个评理呀 就是声闻的境界里 评理 就比方这个声闻的境界 那么来求一 求十 在这个声闻的范围里面呢 来求断剑施祸 所谓 所谓 群修界定徽 熄灭贪嗔痴 把贪嗔痴的见词烦恼 熄灭掉了 能够正道 偏真涅槃的圣道 能正偏真涅槃的圣道 这就行了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上面呢 就是比方 在释迦牟尼佛出现 时间成佛以后啊 在菩提寿下 先说华言 所谓三七日中 说华言 三七日中说华言呢 那么那个时候 完全是说大法 顿说大教 把佛所清正的境界呀 一时就顿说 把它完全表现出来 所以华言经 说佛的境界 所以古人说 不读华言经 不知佛境界 假如你不读诵华言经的话 那么佛的境界 生的什么样子 那你完全没办法了解 所以读过华言之后啊 才能了解佛的境界 要读华言经 才知道佛的境界 读华言经 心量才会广大 只看到那个 这个华杖世界评 华杖世界评 的那个二十重 华杖世界 无穷无尽 变满十方啊 那你的心量 就会扩大到 近十方变法界 无穷无尽 所以心量小的人 更需要读华言经 心量才会广大 那么上面就是 领解他 在这个华言会上 经过的情况 那么这都是一种比方 不会跟事实完全相同 那么这个 领会还原时的意义 已经说过了 再往下呀 就是说欧函了 就比方领会欧函的境界 安安下来 下来 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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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 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七佛本院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诗实 功勤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受八关灾戒 众解脱因 念弥陀圣号 求生极乐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举办八关灾戒及弥陀要解开示 恭请湛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传授 日期12月2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举办巡回行动共森访会 于八月份起在台中起源书池餐厅启动 办已长达三个月了 今日又回到了台中地区 将在广院地藏寺举办第25第26场 供养162位法师 此次非常感恩祝此和尚大正法师 此被提供寺院大殿举办共僧 一早阳光普照 天气温和 工作人员与义工菩萨早已准备就绪 并细心引导接待应供法师入席 闭嘱台中起源舒适餐厅的粉红行动共森快餐车 也早已抵达广院地藏寺 开始准备共僧灾时 经巡回行动共僧法会 上午恭迎主法道国法师主法 下午则离请广院地藏寺 助持大正法师慈悲主法 法会开始 由司仪会供法师带领寝师队伍 恭敬寝师 与会应供法师信仲 在祖法和尚的代理下献供回向之后 紧接着工作人员将每一份的秤金 恭敬供养于每位应供法师 其三宝深重资历圆满殊胜共僧法会 此等功德殊胜难良 祖法道国法师此类开示法脉的延续 我们中华汉藏国家呢 有受过三档大祭 三档祭如许菩萨祭 所以我们释迦摩尼佛 常给大弟子加寿宗族 加寿宗族常给安南宗族 安南宗族呢 一直常到二十八祖 达摩祖师常到慧口 慧口一直常到三十六祖 被董长老 散养到我们各位法师的身上 所以各位法师身上呢 我们常成的佛法的正脉 大臣的正统正法正言 我们出家法师呢 也身父如来的事业 同法立生呢 做我们贡献佛头的一种 心生奉献 办下家庭事业 来一些为了佛法的血脉 来修行半道 所以今天我们生命电视台佛教慈悲 基金会呢 来启动我们共生法会呢 来供养我们各位法师呢 好好地休息 安心半道呢 这功德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殊胜 希望我们法师们呢 到夜早晨呢 佛法兴盛 法龙正展 也祝各位 我们生命电视台 佛教慈悲志工 我把慈悲同事们呢 还有弟子们呢 付费生残 到夜早晨 广愿地藏寺 助持大正法师 于下午开示中 给予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举办的巡回行动共僧 高度的肯定 感谢慈悲志业 生命这个基金会啊 我们吴秀慧 这个基金长带领的 这些志工啊 他们一路很辛苦的 哦 我听说他们今天 这一场是第26场的 从北到中到南 他们有没有辛苦啊 有没有辛苦 很辛苦哦 我们真的要新成感恩啊 新人感恩啊 所以我们在家去世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两不齐 非常两不齐 所以今天下午啊 这一年啊 我就不跟大家谈得很多 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这个道坛啊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把它完成去 会中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总执行长吴秀慧 代表报告会晤 与启元疏实肖董事长 分享推广素食心得 并感恩前来应供的法师 此次法源殊胜 得广愿地藏寺 主持和尚大政法师 于活动圆满后 带领所有义工菩萨 前往地藏宝殿 礼拜两百万年前 江舍佛时代 三位尊者 以三位真火燃烧后 所留下的全身设立 因缘殊胜 大众法喜充满 为此次巡回行动共资法会 画下圆满据点 生命电视台中采访报道 期待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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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念这个代表十方三宝 代表摩合菠萝菠萝蜜 代表圆满的法宝 诸尊菩萨摩合萨代表身宝 所以齐请三宝的加持 那我们齐请三宝的目的呢 是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念来 生起大悲心 那如何生起呢 念一下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起 世事永不离 所以我们生起诸佛菩萨的悲心 是为了帮助六道众生离苦 因为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叫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只要你在轮回 不管你做有钱人 做穷人 做天人 都是苦 意念苍生起 所以我们不离大悲心 世事永不离 要帮助他们 那为了要成就大悲心 能够帮助众生 当然叫发愿 念一下 众生无边是远度 烦恼无尽是远断 法门无量是远雪 佛道无上是远程 佛道无上是远程 奥菩提吉他 穆得把 戴亚弥 那为什么要念咒呢 我们懂了道理 要发菩提心 那这个咒就是让你保持 那个菩提心的状态 就像我们希望修慈悲心 但是有时候做不到 所以你要记得 那你要圆满大悲心 成就菩提心 最重要的是要有 金刚经 般若心经讲的空性的智慧 如果你有我直 自私 你就没办法真实去关心众生 所以要特重 各位要多念波日心经 金刚经 然后呢 乃至大波日经 念还不够 按照这样去思维空性 所以真只有无我的空性 你才会存在真实的悲心 如果还有自私的爱 就没办法真实去奉献给众生 所以你要达到进化自我 才能够慈悲众生 能够慈悲众生 才能够圆满菩提心 所以念一下空性的记忆 来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代亚塔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撒伯和 好 那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 不管要做什么事情 生起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安住空性 这个才是真正大称的归一三宝 所以归一三宝 归佛要发无上菩提心 归法要智慧如海 归一身要同理大众 大悲心如何同理所有六道友情 归苦得乐往生净土 那以这样的动机 来念佛 来参加法会 来自各位去上班 因为你把上班也当作修行 这才不会浪费时间 不管做什么事 吃饭走路 都是意念的众生而愿成佛 这个叫什么来 当愿众生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不是说我们归佛就好了 不是我们往生净土就好了 是当愿众生 穿衣服 当愿众生 能够穿忍辱服 能够一切圆满 开门的时候 当愿众生 打开菩提道 关门的时候 当愿众生 关闭三二道 上楼梯的时候 走上菩提道尸体 下楼梯的时候 普度六道众生 那这个念头你自己去 去加入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不离 上供 下死 就像观音菩萨的杨柳枝 这样是上求福道 这样是下死有情 永永远远的 就像花 用花来供佛 来当愿众生 生莲花国土 所以用这个花 代表共佛 用这个花去接引众生 灯光也一样 代表奥弥陀佛的佛光 这个光就融入在六道里面 那我想佛法没有高跟低 重点在我们的动机 修学佛法分子一般讲 五秤佛教 五秤讲的就是人天秤 做人要健康快乐 来世呢 那也有天人福报 那再来呢 就是解脱道 一般人还说小秤 这个小不是看不起 因为它是范围是对自己 那你修解脱道小秤的目的 那就要断贪欲 就不能有欲望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 肚子会不会饿啊 你要说会 会才有意思 不会 会很饿 但是没有问题 因为你要感受到苦 你才会知道众生苦 大秤佛教 我就是很饿 一天不吃就很饿 那些鬼道祖先 他们多久没吃饭了 那些动物每天 就在找东西吃 还被吃掉 所以特别现在这个时间 春天开始啊 小鱼都孵出来了 所以大部分都在 台湾人在抓虚拨啊 就是专门在抓那些小鱼 对不对 是连续三个月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 素食饲料啊 粉啊 一直在海边河边撒 可能念了很多佛号啊 法会的功德 至少他被抓之前 能够离苦 因为他们几乎跑不掉了 因为他们那个鱼网放了多少层啊 小鱼不可能在海中央的 他们一定要跑到岸边才有得吃 那一到岸边就老起来了 而且很多人喜欢吃这种小鱼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众生的痛苦 但是至少我们要 要想着他们的苦 怎么去帮助他们 所以善师如母众 所以要为他们而发起悲心 但是现在我们就算把他捞起来了 不让他被杀了 但是究竟他还在轮回 所以我们只能给他暂时的快乐 要让他究竟解脱 我们一定要成佛 所以叫众生无边 是缘度 要真实去 那所有的众生是谁痛苦呢 是因为有烦恼 所以佛陀就按照苦极灭道 讲出了生命的道理 生命是苦的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你现在如果年纪轻到不会这么想 如果你现在超过六十岁 你就真苦 对不对 老花眼 腰酸 睡不好 午时间 开始来了 问题开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 有钱没钱都一样 人类还好 生病了还有一生看 但是动物呢 没办法 大部分人都劝我们安乐死 这样 我们养了很多流浪狗 三四千只 如果拿到动物医院 他就会安乐死 让他提早死亡 但是我们佛教认为 这样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想要活 所以我们只好慢慢要想办法 自己成立动物医院 至少这些狗啊 这些牛啊 将来至少 他至少比较快乐的 自然的方法 而不是一种强迫 打针就死亡 因为他想要活 所以一直去思维 众生的苦 苦来自于烦恼 所以在背着 烦恼 造业 受苦 那最出众的烦恼 就是贪欲 所以刚才讲了 解脱道 他要断贪欲 断贪欲从行为上 的戒律 所以我们 今天晚上不吃 这个就是一种行为上 看得出来的戒律 那大乘的戒律是什么 大乘是断 称恨心 不能生气 因为你生气就是 我不理你了 对不对 甚至我要打击你 那大乘就是要 度他 爱护他 救护他 你怎么可以打击他 不理他 所以你一定要断除 称惠心 那大乘的戒律是什么 念下来 动机的戒律 它不会表现在行为上 就像各位明天 可能会吃晚餐 后天会吃晚餐 但是对你来讲 你吃这个晚餐 不是因为欲望 因为你受过保安在街 但是为了配合家人 利用这个晚餐 跟家人谈佛法 跟他感情上 能够融合交流 进一步你才能够感化对方 那大乘就表现在动机 所以你动机越圆满 功德越大 那什么是最圆满的动机 就是菩提心 那当然各位还听过 密称 金刚称 这个密称金刚称 并不是说 是西藏佛教 不是那个意思 在我们大乘教 三昧 有没有听过来 论言三昧 守论言三昧 日月明三昧 各种各种的三昧的状态 这个三昧的状态就是什么 就把度众生的菩提心 空性 断除称慧心 当作你分分秒秒的戒律 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寺院 我如果再生气 我就下地狱 这个叫三昧也解 因为你想要快速成佛 你想要上品上身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当作 日常生活的这种 悲心空性菩提心 当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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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